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医来了 我变美了 大家好 我是邱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变美了而是变健康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题目要谈的是 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少吃哪些食物 当然如果一个人很美但是有高血压 那也不能不健康 不健康慢慢的也就变得不美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美当然也是要健康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 那么下面三种食物呢 拜托你一定不要吃 如果一定要吃要注意我要讲的内容 第一就是外食 第二就是咸食 第三就是加工食 怎么讲呢 外食就是我们在餐馆里面吃的一些外面吃的食物 那么你一定知道餐馆的食物通常为了好吃 通常都是加了很多料 对不对 会做的比较咸比较油 那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吃的这个时候呢 就难免会吃进太多的盐分 这个对高血压的患者就不利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吃这个外食 因为难免嘛 我们现在都是外食足居多嘛 如果你真的要吃外食足呢 那就记得啊 这个外食当中的那些汤料尽量不要喝 因为呢 在煮汤的当中如果盐分的话 它会融到那个汤里面去 那么我们就尽量不要喝那些汤 再来就是它有一些卤的或者是一些我们讲说腌制的食品 我们也尽量减少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吃进太多咸的东西 好 这是第一个叫外食 第二个就是咸食 咸食有分两种 一种很明显的这种啊 有盐加在里面 例如酱油盐巴很多的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尽量不要吃 另外一种叫隐性的咸食 隐性的咸食是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刚讲的那个 那个枣汁 或者是一些啊 卤制的 或者是一些腌制的 这些东西呢 它里面都会加了很多糖啊 很多盐在里面 甚至有一种饼干 是咸的饼干 里面也会啊 餐着了很多的盐分在里面 这种啊 所谓的隐性的咸食 大家也是尽量不要吃 哦 再来就是加工食 那加工食就是我们知道 加工产品所做出来的东西呢 通常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 都会加很多的这个调味的色素 或者是一些盐分在里面 有的甚至还为了加盐来保存它的这种 新鲜或者避免腐化细菌 把它破坏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食品呢 当中也会有很多盐分的东西在里面 那这样的食品呢 吃多了不但血压会升高 同时呢 对健康也有很多食安上的一些疑虑 好 那这三种食摆脱了以后呢 还要注意的就是食材的内容要注意 例如说像有一些食材 它天生就是比较含有盐分高一点 就是海带紫菜 或者是什么叫 胡萝卜 或者是讲说这个芹菜 那里面都会有一些让我们血压 会波动 或者影响我们这个血压 稳定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这是一个 那另外就是烹调的方式 跟烹调的用油也要注意 烹调的方式 尽量选择清真水煮的 不要添加太多一些 我们想说添加物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避免血压的一些波动 再来就是 油脂的选择 尽量选择什么 植物油 而不要选择动物油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 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健康的饮食 那对于你的血压 也就比较会有帮助咯 大家注意一下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